穿著運動背心足球場上滿頭白髮的運動員們正賣力踢著球 這些爺爺們包括日本前足球選手野村六彥 都是這支超高齡足球隊的成員 每一位都是年齡超過八十歲的英法族 但他們的體力完全不輸年輕人 其中在這次比賽中擔任守門員的岩澤聖母 年齡最大已經就是三歲了 過去因為足球比賽中有高度的碰撞行為 因此被列為高齡者的運動禁區 但隨著日本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 增加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加上越來越多高齡者健康程度不輸給年輕人 日本各地開始成立高齡足球隊 甚至還發展出聯盟比賽 到了今年東京的高齡足球隊 已經達到十八支隊伍 預計到二零二六年 高齡足球隊的數量會增加到二十六支 而這些高齡足球隊中 目前有三支隊伍的成員都在八十歲以上 平均年齡在八十二到八十四歲 身為前國角的野村六彥 今年八十三歲 也是這個足球隊的一員 他從小學開始踢足球 十七歲代表學校參加比賽 被評比為優秀選手 進入中央大學念書後 還帶領學校校隊參加關東大學聯盟賽 拿下了兩連霸的戰績 更在二十歲那一年 以日本選手身份遠征歐洲 救蘇聯等國家的國際賽事 因此對他來說 他踢足球已經踢了超過七十年 雖然野村曾經在加入高齡足球隊後 因為練鞋而受傷 必須開刀動手術 讓太太擔心受化 但因為長期運動身體狀況良好 休養之後就恢復到受傷前的狀態 也讓野村太太認為 踢足球是對政府健康最好的運動 而野村的女兒 看著父親踢足球的模樣成長 未來也期望能夠像父親一樣 老了能夠繼續踢足球 現在這些超高齡足球選手們 除了踢足球 練習完還能夠一起喝杯茶 行話家常 對他們來說 踢球不只是鍛鍊身體的運動 也提供了他們拓展社交 結交不同背景朋友的機會 公認西院陳盛秉